Kat 那亲自领取的话呢 要记得带上你的健保卡来 而不是身份证 要记得带健保卡才能来领取 那其实呢也可以委托代理 委托代理的话呢 是可以委托任何人来带领的 不过呢委托代理的话 要记得来领取的人 要带委托人的健保卡 还有另外一张有证件的照 有照片的证件才可以来领取 那领取的话呢 是看来领取的人的身份证尾数 而不是委托人的 所以要记得别跑错时间 那其实呢 中华邮政预估说 至少呢会有三百万人 要来邮局领贵领取 那至少呢会有两百万人呢 会挤在第一周 就先到邮局来领贵领取现金 所以呢建议民众呢 可以先下载APP 来去提早查询预约时间 也比较好掌握 可以避免说大排长龙的情况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目前现场的最新情形 我们先把时间镜头交回朋友 对吧